一文活动要为您介绍 以本土创作为特色的台北民族舞团 今年欢庆25周年 和把舞团的经典作品 还有创办人蔡丽华的多部代表作 重新搬上舞台 但是因为蔡丽华先后罹患了脑中风 以及颈部肌肉萎缩 必须要好好调养身体 所以这一次的舞团表演 也将成为蔡丽华占别舞台的演出 每当马祖出巡时 在朝圣仪式中 总会出现中回收邀的意证 编舞家蔡丽华透过舞蹈编排 将台湾传统的镇头形帽 奔上舞台 热中传统文化的蔡丽华 也曾经深入原乡部落 将原住民各族宗教信仰的精神 全部凝聚在这部作品《跳绳记》中 66岁的蔡丽华 投身民族舞蹈超过40年 创立的台北民族舞团 以创作本土风格的舞作文明 在舞台上读书一格 创立25年来 蔡丽华培育出不少舞蹈人才 但她也敢看 民族舞蹈在台湾比较不受重视 舞团经营起来真的不轻松 由于蔡丽华先后罹患脑中风 和颈部肌肉萎缩得好好调养 因此将占别舞台 这次台北民族舞团 在11月3号的演出 也成为她退休前的最后一档作品 但蔡丽华说 自己心中还有梦想没有完成 有机会一定再回来 为宣扬台湾民族舞继续努力 就在英雷奇台北道 在1月3号的演出